各位亲爱的同学,休息好了吗? 当然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OK,休息好了,那就跟大老师来解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是五颗星的啊,所以一定要精神很充足才可以哦 那实际上呢,如果各位同学把我们今天前面的知识点 和前面的舞蹈理题都听得很清楚 或者都能够自己把它完成的话 其实最后这道题啊,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的难度 它仅仅是把我们今天讲的一些题目呢和一些方法 又综合在了一起,我们相当于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和总结 八个同学照相,分别求出在下列条件下 应该各有多少种不同的战法 四个问,那我们一一来解决 第一个问,八个人战成一排就OK了 那刚才咱们讲了,对不对? 排队是最简最包准的一个排列问题 那我就八个人全选出来,然后战成一排 那很明显你肯定两人交换位置是不同的排法,对不对? 那就八个全选,A88,好了第一个问是不是就搞定了? 所以咱们的第一个问就解决了,A88,算完有点大哈 四万零两千三百,四万零三百二十种,对不对? 接下来第二个,八个人排成一排 有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站在排头 就两个人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在排头 当然了,这两个人咱们假设已经固定好了 比如说就是甲乙这两个人 你这两个人当中必须得有一个人给我站在排头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去呀? 对呀 对吧,那我也没有要求嘛 对不对?反正你们俩谁也有个人给我去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两种呗 好了,有一个人把排头站完了之后 那剩下呢? 没有要求了,对不对? 七个人七个位置一排,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是二乘以A77 好,咱们的第二个问也搞定了 二乘以A77,最后是一万零八十种 好,第三个问 八个人排成一排 某两个人,比如说还是比较悲催的加一两人吧 对吧? 你必须给我站两头 就一个点站排头,一个点站排尾 那又来了 假站排头,几站排位 还可以怎么样? 换过来 换过来,对吧?也是两种 相当于就是这两个人站这两个位置 A2两种选择吧 那还剩下了六个人 都拿出来给我把中间六个位置一站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就是A2乘以A66 跟咱们的第二个小问有点区别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小问只是让你站一头 而第三个小问是两头必须两人都站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就应该是A2乘以A66是1440种 好,加油 最后一小问 排成一排 看,这要求怎么这么多呢 是吧? 某两人还是比较悲催的加一两人吧 不许站两头了 那接下来咱们的处理方式 如果优先排去码界的同学 应该会有两个 因为这里面相当于是有特殊元素 比如说这俩人 或者说是特殊位置两头 对不对? 那我从哪个入手都可以 比如说从元素入手 好了,我们两个人 OK,不能站两头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先站中间六个当中的某两个 A62 然后剩下随便排 A66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从特殊位置入手 排头排尾 你俩不许够站 那怎么办呢? 站别人 那我先让其他的六个人当中 哪两人把他俩先站上 是不是就可以? 那六个里面先两个人站 A62 然后剩下六个人 A66 你发现 试字是一样的 但是我考虑的角度是不同的 但最后的结果殊途同归 对不对? 好,那第四个小问也解决了 A62乘以A66 最后的结果是两万一千六百种 好了,那各位同学 我们的例六四个小问 就全部都讲完了 大家来看一下 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基本上就把我们今天讲的一些 类型和方法 就全部都汇集在了这一道小题当中 那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通过今天的课程讲解 把我们排列里面的基础的内容掌握住 什么叫排列? 排列数 它是怎样来进行计算的 以及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 从几个元素当中选几个 那这些都是今天课程的要求 也是希望同学们都能必须掌握的 好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各位同学 咱们下节课再见了